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 中医Dr. Amy 今天我要谈论的话题是 这个卡尔加里的疫情的最新动向 3月15日晚上9点 阿尔巴塔省发布全省紧急状态 然后卡尔加里在24小时之内 增加了14例达到了40例确诊新冠病毒的一个记录 所以卡尔加里现在也进入了紧急状态 第一个所有的学校公共场所游泳场体育运动中心和图书馆全部关闭 第二点商店还有一些商家继续开 但是人数还有餐馆还继续开 但是人数不能超过250人 或者是他所有客座的一半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一些食品店 零售店还有一些商店 还有机场还是继续开放 第四个问题就是企业建议所有的企业员工要在家办公了 所以市政府从明天开始星期一开始有3500个员工都会在家办公 第六个呢就是让大家提倡大家去要选购一些食物 准备一些充足的食物 但并不是说这种恐慌性的囤物 然后再一个呢没有这些确诊的 病例的没有这个要求隔离的状态下 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这个地方 做一些适当的户外运动 可以增强锻炼身体 这是市长给大家提出的一些提倡 尤其是今天这个我从这个做这个C-twin的时候 基本上就空空如也了 整个呢街上也没大有人了 然后的话呢整个C-twin的车厢里面 那么大一个车厢呢就三个人 然后大家都隔得远远的 戴着口罩各个方面仿佛都很好 作为本人来讲呢我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呢在这个平时的时候 我一个是中医的中药的预防的方剂 我每天都在喝 可以增加身体的抵抗力 防止这个病毒的侵袭 第二点呢我有这个纹的 一个小香囊中药配备的 随身都在身上呢随时都可以纹一纹 在下个视频呢我会跟大家分享 现在不在手边上 第三个呢这个有确定的 中药的方剂 专门针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 在国内的各大中医医院 在临床上使用效果特别好 重症监护室的人病人呢 40万的西医呢40万的开销 但是呢中医呢用七天的治疗 中医中药七天的治疗 把病人呢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在各大医院里头中药 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医生 中医的医生在使用 这个过程当中 有熏的有喝的有预防性的 零感染零新增零死亡 现在呢中国的中医队 中医的支援已经奔赴 意大利伊朗巴基斯坦等国 在这场现在瘟疫的战役当中 中医中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这样的说是烈火见真金 中国古老的中医在当今的社会 只被当成了摆设 但是在这种非常危急的关头 在真正生死存亡 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 真正的派上用场了 所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医人来讲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为所有的病人救死扶伤排忧解难 是我们的一个荣幸 在这里呢我郑重地向每一个朋友 有幸看到我的视频的朋友 提供中医问诊服务 所以希望大家有缘的人 有希望我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可以联系我 好的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